四大名岛奇剧9.4分神剧 男主开局一个晚 咔啪乱杀 民国二十年系列第四期 民国年代传奇剧 全是高分剧 这期讲的民国年代传奇剧 几乎都是神剧 差不多每一部 手里呢都是列的一些奖项的 质量就一个字 牛 比如大宅门 一部9.4分的神剧 讲的是在清末 民国 军阀混战等各时期 关于医药世家白斧 及宅门人的陈福传奇 这剧的演员配置 货 陈宝国 刺青高娃 何赛飞 蒋文丽 张峰义 刘佩奇 明镜等等 剧不好看都难 而且导演郭宝昌 还拥有顶级排名 连张艺谋都来跑龙套了 还为这戏剃了个光头 陈凯歌也在里面演了一把官差 姜文从主角变龙套参演 还有和群 田壮壮 一代名岛被凑了个整整齐齐 现在回头再看 里面有些台词是相当吃鸡啊 三叔 听说您差点让洋人给日落 另一个传奇年代剧 白鹿园 也讲了一段混乱动荡的年代里 在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中 白家与陆家祖孙三代的恩怨纠纷 当然这剧也拥有很强的演员阵容 张嘉义 何冰 秦海陆等人的演技真的都非常好 当年还没翻车的翟博士把白孝文演得很经典 结果演员本人却做了个大死 可惜了了 李欠演的田小鹅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明明只想好好生活好好活着 生的美 却成了他的一种罪 让他一直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被赶出门 被吊下来 最后还被杀害了 他是那个时代彻头彻尾的牺牲品 命运凄惨到不忍看 除了田小鹅 还有白家轩 陆子林 仙草 朱先生等等人物 在剧里也非常立体 现在 还有人围绕他们做人物分析呢 剧版红高粱 改编自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由郑小龙指导 讲的是破落地主教的女儿九儿 在土匪横行 封建思想当道的时代 勇敢抗争命运 努力征服人生 振兴家业 最后 抗日而死的传奇故事 这一句啊 也是拿下了一串提名家大奖 四十多岁的周旋 状态好到爆 演少女九儿一点都不出戏 这才是大龄伴少女该有的资本吗 演于战敖的朱亚文 一炮而红 还在当时被评为 请走的赫尔蒙 不得不说呀 一到周旋和朱亚文的对手戏 就劲劲的 我要睡你 我真麻风了 我要睡你 我不喜欢你 我要睡你 我不答应呢 别干了 别干了 除了两位主演 里面其他演员 代表人的印象也很深 比如演九儿青梅竹马的黄轩 还有演九儿大嫂的琴海璐 演技全都妥妥的 闯关东 也是大家尤其爱看的年代传奇剧了 同样也是一群老戏古标戏 讲的就是山东人 朱开山一家 背景离乡闯关东的事 当时小巴克 老喜欢看牛里演的皇族格格 嫁进朱家当媳妇之后发生的事了 朱亚文也是没少演年代剧 这剧里又有他 这里面 皮帅皮帅的 宋家演的仙儿的经历 狠狠地苦到我了 最开始被迫给人当童养席 后来又进西班 还当了女土匪 中间不仅遭受过羞辱 还差点自杀过 总之啊 日子就没安定过 这部戏为了拍好 挂了好几个省市取景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 好导演加好演员 加诚意之多的结果就是 这部剧最后收获了一篮子的奖 尤其是李又斌和萨耶娜两位主演 只能说他们值得 闯关东播出的隔年 就出了一部《走膝口》 两个剧对应的都是历史上 两次著名的人口大清洗事件 《走膝口》 讲的是杜淳饰演的田青 和傅大龙演的《梁满屯》 《走膝口》发生的事 一个凭良心闯出一片天 一个媚良心领了盒饭 还没蛋脚肉丝的杜淳 当年演戏还是很踏实的 还跟爸爸杜之国 聚在了同一部剧 苗浦演的豆花 坚强有骨气 招人喜欢 虽然田青才是主角 但感觉呀 傅大龙演的反派男主 更强公投 虽然这个角色太素素自立了 前妻唯唯诺诺 后妻飞扬跋扈 还为了富贵 抛弃原配 娶了老板的女儿 不愧是傅大龙演啥像啥 还有杜淳呢 就应该多演点这种 踏实点的角色嘛 别再跟那些 油田里的朋友混啦 走西口之后还有下南洋 同样讲的是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事件 主演佟大为 黄胜一 不过口碑和评分呢 就远远比不上前两部了 民国传奇剧还要一部大染房 这部剧还被誉为商战剧巅峰 男主陈六子开剧一个碗 咔咔乱杀 一路苦学染汁技术 新盈染房 创办易染场 凭借自己的民间智慧 创出一片事业 剧里最精彩的 就是那些厉害的商战剧情 还讲了很多经典的道理 军不密则施臣 臣不密则施身 己事不密则成汉 凡事干大事 首先第一条 就要学会立贤下事 更重要的是 有时候还会被狠狠赏到 比如 陈六子救了寻死的沈远怡 众善因得善果 后来 沈远怡回来报恩 直接请动各方名流 为陈六子撑场子 简直爽发 虎勇演完大染坊 就横扫了精英 飞天 最受关注喜爱三项大奖 不愧呀 是那个靠一场吃灭戏 都能出身的男人 2010年 还播出了一部茶馆 改编自老史的同名小说 直接拿下了9.3的评分 堪称一部冷门王诈剧 背景是老北京城的一个茶馆 见证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和时代下的众生像 因为说闲话 被抓进去的长司爷和松二爷 娶媳妇的庞太监 爱讲灌口的流麻子 还有混乱时期 无辜丢了性命的老百姓 茶馆里每天 都在发生一个时代会发生的故事 里面各方的口音都很有意思 陈宝国时刻都在演技炸裂 那年花开月正元开播的时候 也是大阵仗 从《真环传》过来的孙丽 仍是热度正高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部剧 然而这部剧到最后 还是有一点高开低走的 剧讲的是 清末出身的女富商带领家族 跌宕起伏的一生 实际上 角色成良的推动 大多还是依靠感情线 不过好就好在 这剧也是全员实力派 硬是靠本事把这剧撑起来了 孙丽 仁仲 陈晓 胡幸尔 张晨光等等人 全员演技在线 何润东成功拿下一个白月光角色 无聘死的时候呀 真是让观众的心碎了一地 最让人惊喜的应该是余浩鸣 虽然在里面演了个反派 当时又演得太好 还被好多网友人身攻击过 这就有点不礼貌了吧 不过 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算成功靠作品转型 证明了自己 TVB也出了好几部不错的民国传奇剧 首推的一定是邓崔文主演的金国肖雄 九姑娘就是大女主的最强门面 在里面真的帅诈了 靠手段替夫报仇 靠谋略掌管家族 敢对她下毒手的 她一一还击 还隐忍着做汉奸 最后 且救下了上百个孤儿 同时捣毁了日本人的鸦片厂 如此决策力和行动力都一流的女主 真的是甩那些嘴上喊着要四强 实际上全靠男主 收拾烂摊子的女主一百条解 九姑娘的霸气语录 直到现在 我都还能背出好几条来 阴谋这些是阳谋 我今晚会为你留一滴眼 你终于狗狗 你下去叫艳朗 我和你狗狗狗啦 而且 九姑娘与流行这一对 真的太美太好了 可惜最终还是以悲剧结尾 乱世很难成全一对有情人呐 一部名言望足 讲的是民国背景下 几个不同身份背景的女人 抗争命运争取权利的故事 男主钟卓万 一开始就有一个妻子两个姨太太 后面又添了一个 男主觉得人生可圆满了 结果后来 大太太去世了 二姨太跟初恋走了 三四姨太跟她离婚了 她才明白 一夫一妻的可贵性 这句看着是讲男主和她四个老婆的事 实际上呢 从反须必法到离婚法的实施 都是讲中国人从传统观念 走向现代观念的一个转变 杨姨在里面呢 也不是金剧达人姚金凌啦 而是一个从当婢女到当妻娶明星 而后为爱成为中家四太太 最后离婚又复合 全程都在努力抗争 保持清醒独立的现代自强女人 人格魅力MAX 我嫁给你一位感情 不是要求你包养我的 我不是你的扶属粉 不是你的邪线公仔 不可以任由你权制的 TVB还有一部《国武黄沙》 完全不输金国枭雄 而且这部剧的利益和思想内核 足以让娘到羞愧自尽 演员是金之玉孽的原班人马 班底呢 也是金之玉孽的班底 讲家族斗争 讲女性枷锁 讲真杰牌坊 一共有四位女主 一心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寄名凤 走守旧宅斗路线的骄狱 被批命所困的家春芬 被传宗接代绑架的舒朗月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悲哀 里面对女性的摧残和思想束缚 几乎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所以后面的觉醒与反抗 就显得更加壮烈 里面有很多台词 现在听起来都相当震撼呢 就算我真的不要你 那又怎样 我们都要做人做过去的啦 为什么我们要为了男人眼中的精致 我们一定要死啊 我受够了 你都受够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想啊 或许是太沉重太悲了 小八很少看到 大家在回忆TVB经典时 盘点到这些剧 呃也有可能是我没看到 然而 06年出了一部火舞黄沙 18年却还在播娘道 真的是太疯似了 民国年代传奇剧 就盘点到这里 其实这里没有很大一部 本不仅仅是民国剧 他们的剧情 大多都横跨了半个世纪 讲遍一个时代众生百态 随便看一部 都不会后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